到28页这边跟29页 因为我常在网路上有看到一些老师在分享 那个语音转文字的服务 那说真的其实这类的服务现在很多 那哪一个好用就是各有优缺 像我们刚刚notebookLM也是可以拿来用啊 只是说他没有分段这一段就不是那么好 那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雅庭竹字稿 事实上雅庭智慧这个是台湾的公司 所以呢其实也是很方便的服务 他们当然不只是走竹字稿 还有包括多国语音配音虚拟主播 甚至类似像Suno的这种音乐创作其实都有 那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地方 先从这边进来 我把这个网页给大家 那如果老师您想要在APP上 就是手机上或平板上用 平板应该用网页应该可以 但是手机上如果用网页好像就会有问题 所以他需要安装APP 好那我这边打开他的官方网站 我们来看一下 您进来之后呢在上面这里 就可以看到他有这么多的服务 那我们就可以点到竹字稿这个地方 当然前提还是老师要先登录一下账号 目前我们雅庭竹字稿的部分 他三月份开始 其实就是每个月 每个账号有五个小时的免费额度 可是呢他那时候 公开了之后 他们家的网络速度变得好慢 所以他好像八月份的时候有后悔 就缩回两个小时 但是在八月底 又恢复了 又变成五个小时 所以现在呢 大家如果你登录之后 想知道你还有多少额度可以用 就找到你的大头按下去 像这个月我还有两百多分钟可以用 当然老师你知道的五个小时用完的 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花钱买 第二种就是你有多个账号 反正这个也不是就是秘密啦 就公开的一种做法嘛 就看你自己各有优缺点 好那雅庭竹字稿呢 他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他你看来源的部分 他跟我们其他的这种 就是语音转文字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不是只能上传影音 也不是只能上传YouTube的网址给他 你也可以做及时的录音 都可以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 他是双声带的 因为你有看到我们一开始 不是有跟TripGT App的方式直接做对谈 但是我们跟TripGT的App做对谈 他是对谈结束之后 你才看得到那个字幕的内容 可是我们的雅庭语音 是可以及时的哦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边 有没有 我刚讲双声带就像这样 他不是只有国语 英语日文 国语加英语 这个不是台湾国语哦 这是国语加台语 好我跟老师报告 如果你是录音档或是YouTuber 更衡三声带 有没有 国语英语台语都可以 因为呢 他们有跟那个公共电视台台语台 做服务 所以他的台语 我必须跟你讲 虽然现在TripGT 听得懂台语 但是他讲的真的很烂 他真的不太行 好不过以前刚开始 他连台语都听不懂 但是至少他现在也听得懂台语 可是呢 他的那个字幕 那个台语 是就真的不OK 那我们雅庭语音的好很多 因为他有跟公共电视台一台 合作的关系哦 所以他那个辨识度真的 好非常多 那我们就可以马上测试一下 你来看看哦 你看我这样进来 好他问我我要哪一个 我就先告诉他 我要这一台 好各位老师大家好 您看我们现在来用 雅庭语音逐字稿 来完成这样即时的语音字幕 其实说真的 他的正确率 比我们像Google Meet啦 或者微软的Teams 都来得好很多 你知道我们线上会议 也有语音的那个字幕 对不对 但是正确率 真的还有待加强 可是呢 在这边不错 我现在是用国语讲 现在我来用台语说 你来看看 你有感觉 他听我说台语 对吧 而且他把我说的台语 用国语显示出来 这样有没有国语 台语 混着讲 那老师有想到 这样子 可以有应用在 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吗 有没有 诶 我们在观光 在旅游 甚至医院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做沟通 而且呢 你看哦 万一你们家里面 有外籍朋友 有没有可以翻成越文 日文 英文 所以 如果我现在按下 翻成英文 你可以看到 我讲国语 马上就有英文 我如果来用台语 跟大家问候一下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来 跟大家 介绍 AI 说台语 一样 英语 效果不错 对吧 老师可能会说 啊这样子太小了 不方便 没关系 他很贴心 有提供字幕模式 你看 这样出国的时候 也是真好用的 老师有没有感觉到 雅庭语音 在这一块 真的蛮用心的 而且呢 你看哦 当我停止之后 好 不管你要不要保留 他都会保留 那我们就可以返回列表 他把我刚刚 我们讲的这一段 马上就帮你抓出来 在这里 你看 讲了多久 那待会呢 他会把你生成标签 还会比对说 这个里面 有几个人在讲话 那重点是 以前为什么我们不喜欢 做会议记录 因为 听 没有听清楚 要倒带好几次 现在不用哦 你看哦 我们在这边 这里 好 我把这个 分页分享一下 你看 我点到这里 播放一下 如果来用台语 跟大家问候一下 这样老师 以后不小心 你要整理录音记录 有没有比较简单 而且你还可以直接编辑 就直接 有错的 就直接改 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那你如果好了 我们就可以来外面这里 把它汇出 或者跟你的同事共用 那汇出的部分呢 它还可以直接变成PDF啦 对不对 Word档 这边都有 或者字幕档 而且你看哦 它如果变成 我们比如说 我们现在共同格式 ODT 有没有 可以像这样 那如果 你是 因为这里还有重点 假设我不要 逐字稿 你看 你还可以告诉他哦 我们刚刚不是说 NotebookLM 都是混在一起的吗 你看这里 等一下 你们这样会没看到 来 我把它变成整页的 这样大家才看得到 好 您看这里 有没有 你要不要包含关键字 要不要包含语言名称 要不要包含时间轴 要不要合并内文 这个就很好用了 好 那这个我就不用 因为这个 不用哦 语言者的名字 下面都有那个预览 你就可以看到 有没有 它会帮你做 那个重点摘要 然后呢 也有像这样 逐字稿 你来看看 它的品质 好很多 虽然不敢说 百分之百都正确 但是 会比你 直接拿给AI整理 来得好 好 所以如果你确定 我照这样子 然后我还可以 要看你要不要合并 这个 有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 NotebookLM做的事情 全部合并起来 好 那我们可以像这样 他就帮你 做好 那你就可以输出 所以其实 亚庭逐字稿 虽然不是我目前用过 AI辨识语音里面 正确率最高的 可是 它的整个界面 算是 非常的 就是 呃 友善 而且你看刚刚的重点摘要 原本就出来了 他就帮你先把 你刚刚讲的内容 把它做一个重点摘要 其实效果是还蛮不错的 好 比 其他的这个服务来讲 就是相对 容易使用很多 而且 都有中文嘛 对中文的理解能力又更好 这样 OK吗 这个是先跟大家补充一下 因为这一块 我觉得 使用上确实是蛮方便的 好 第一个部分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亚庭语音 都没有 那我们就往下面前进一下 咯